下面請劉宇利教授上台做介紹 謝謝各位的方言 我也感謝穆哈密博士為我們主持剛才的這場討論 尊敬各位大使 尊敬各位專家學者 尊敬各位朋友 女士們 先生們 大家下午好 今天非常榮幸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巴黎總部 和大家一起來學習《群書制藥》 《群書制藥》這一本書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時候 派瑞征 楚亮 蕭德炎 于世南等等的大臣 把唐朝以前經時子之中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的精髓都概括出來 這一部書奠定了唐朝爭觀之治的理論基礎 那麼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學習《群書制藥》呢 那我們首先看一看 在爭觀盛世的時候 這個社會治理的到底有多好 在爭觀四年的時候 全國被判處死刑的人只有29個人 到了爭觀六年的時候 被判處死刑的人有所增加 但是這一年呢 唐太宗命令所有被判處死刑的人 可以回家探望父母辦理後事 到秋天的時候再回來受刑 結果怎麼樣呢 這些被判處死刑的囚犯 無一例外地按時回來 接受死刑的判決 那麼我們從這裡就知道了 唐朝爭觀盛世啊 不僅僅是經濟繁榮 而且是政治清明 也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貪污 腐敗的朝代 那麼在《群書制藥》的《淮南子》上呢 還有一句話 他說孔老夫子所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人 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 出門尊敬長輩 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 那麼這是靠什麼成就的呢 靠教育所成就的 那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也是啊在《史記》上記載 說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三種不同層次的管理 在西門報置夜線的時候 他採取的是法治的手段 把法律啊設計得非常的嚴苛 只要老百姓一觸犯法律啊給以嚴懲 結果老百姓被嚇得戰戰兢兢 沒有人敢欺騙他 他達到的是不敢欺的境界 鄭國的子產治理鄭國 他做宰相 把法律監督機制 激勵機制設計得非常的完善 老百姓想欺騙他 馬上被發現 所以他達到的是啊 不能欺的境界 也就是老百姓不能夠欺騙他 但是啊 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賤 在治理山府的時候 他起到了軍親師的作用 做之君 做之親 做之師 不僅僅當他的領導者 率領他管理他 而且像父母親人一樣的去 關愛百姓 愛民如子 世民如商 當然做到這兩點含不夠 他含做之師 就是啊 教導老百姓倫理道德的教育 做人的本分 結果呢 把孔子所教導的 仁義中術的理念 運用到管理之中 最後他達到的是啊 不忍欺的境界 那就是老百姓 不忍心欺騙他 那麼我們舉了這些例子啊 我們得到了一個什麼結論呢 我們學習傳統文化 學習群書制藥 對一個國家來說 可以政治清明 對一個個人來說 可以成為社會大眾的表率 成為君子聖賢 對一個團隊來說 無論你在與不在 屬下員工的表現都是一樣的 甚至比你不在的時候 還表現得更加優秀 這就是我們今天 要學習群書制藥的重要原因 那麼我們看一看群書制藥裡邊 記載了哪些道德教育的經驗 仍然值得我們今天來集取和借鑒呢 我們把它呢 概括為八個方面 也就是有八個特點 第一呢就是目標明確 道德教育的目標是什麼呢 換一句話說就是 教育的目標是什麼呢 在禮記學記上告訴我們 建國軍民教學為先 建立一個國家領導一國的百姓 教育是最重要的 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的善良不斷的增長 而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 那麼我們與此相比 現代教育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現代教育無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 高等教育都是以重視知識和技能為重點 而忽視了倫理道德的教育 忽視了做人的教育 比如說我們如果家長很重視人的做人 在周六周日的時候 我們送孩子去學習弟子歸等等做人的教育了呢 還是讓他去學習奧術 學習英語 學習電腦 學習唱歌 跳舞了呢 所以可見我們並沒有重視一個人的做人 而把知識技能作為重點了 那我們再看一看 如果我們的學校教育 重視了做人 是大四的孩子道德素質好 還是大一的孩子道德素質高呢 我們現在把大學啊 英文叫University 我記得蔡老師在一次講課中提到啊 這個University翻譯成漢語 什麼意思呀 叫有你玩四年 那我們在大學裡呢 越來越深刻的感受到了 現在的大一的孩子是最好教的 新生入學啊 你讓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但是四年之後 反而不如大一的時候 那麼好教 那麼聽話了 說明我們的高等教育 已經添離了掌善救失的目的 所以我們現在社會為什麼出現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呢 因為我們沒有向社會輸送合格的人才 所以有人把這個人才呢分為四個等級 有德有才是正品 這個人又有德行又有才能 這是我們社會所急需的 我們把它稱為正品 有才無德是毒品 這個人很有才能 他知道把三聚清安放到奶粉裡會有什麼效果 結果就會出現了毒奶粉的事件 這都是有才無德的人做出來的 有德無才是次品 這個人有德行 但是才能不夠 但是我們教導一下他 他還可以用 不至於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危害 那麼最後一等是無德無才是廢品 當然這樣的人呢 是比較少數的 所以你看呢 古人很早就提出了 教育的目的是掌善救失 那麼在大學的開篇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心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開啟人自性本有的明德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純淨純善的本性 但是因為後天環境的原因 教育的缺失 把我們的本性給迷失了 所以外有貪嗔痴慢疑 內有怨恨惱怒煩 那麼這呢 就導致了種種社會問題 而教育的目的無非是把你的習性給拋棄 回歸到本性而已 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讓你成為君子 進而成為聖賢 那麼這呢 才是我們教育的最終目的 那麼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呀就是規範概括 那我們到底用什麼來教人呢 古代人教導人的規範不是那麼複雜的 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有一本書叫《易經》 《易經》呢這個《易》字有三個含義 第一個含義就是啊 不易的不變的 就是說呢 雖然這個現象是變化莫測的 但是規律是自古至今都不變的 第二個含義呢就是變易變化的意思 這個現象是變化的 所以我們要懂得與時俱進 要懂得創新 第三個含義就是簡易簡單 所以聖人他所概括出來的道德規範 也是非常簡單的表達出來 那麼這個呢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五輪八德 這個八德呢在歷史上有兩種說法 我們把兩種的說法呢重複的去掉 實際上我們留下了十二個字 這就是中國古人的道德觀 也是我們今天需要學習和繼承的道德觀 那就是孝替忠信 禮義廉恥 仁愛和平 那我們看一看我們社會出現了諸多的問題 這些諸多的問題就像樹的枝葉花果一樣 但是哪些問題是跑出了這十二個字之外的呢 換一句話說 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具備了這十二種德行 那麼還有哪些問題是不可解決的呢 所以社會諸多問題呀是枝葉花果 但是我們要把它的根找到 這個根就是缺少了德行的教育 品德的教育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一貫之的道德規範 那就會出現莫子所說的一人則一億 二人則二億 十人則十億的情況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在當代西方國家呀 這個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家叫羅爾斯 他寫了一本書叫正義論 那麼他呢也總結了歷史上關於正義的各種觀點 比如說有公立主義的 有倫理利己主義的 還有社會契約論的等等 他們從不同的概念出發 最後啊得出了關於正義的不同理解 那麼當我們遇到一件具體事情的時候 我們到底應該按著誰的標準去判斷是非善惡美醜呢 所以呢西方有另一位啊 倫理學家叫邁因泰爾 他呢寫了一本書叫追尋美德 還有一本書啊叫誰知正義何種合理性 批判的就是當代西方這種道德混亂的情形 因為面對同一個事情公立主義 從公立主義的角度看是合理的 倫理利己主義從倫理利己主義的角度看也是正確的 社會契約論從社會契約論的理論來看也是正常的 那我們到底應該按著誰的標準去判斷是非善惡和美醜呢 所以中國古人呢他把這個規範呢確定下來了 這樣呢就不會出現一人則一億 二人則二億 十人則十億的情形 那麼我們再看呢 第三個特點就是啊內容豐富 這個內容豐富呢就是指中國古代的道德教育不僅僅包含了倫理道德的教育 而且包含了因果教育 那麼這個因果教育啊貫穿在儒式道三家的經典之中 並不是道家和佛教的專利 比如說大學上有一句話 或被而入者以被而出 告訴你你家的財貨是以不好的不正當的方式 比如說貪污受賄坑蒙拐騙而來的 那會怎麼樣呢 也一定會以不好的方式敗散掉 這是一定的規律 所以古人呢把這個財富啊 概括為啊 有五種敗敗散的方式 第一就是官府 比如說我們這錢貪污受賄而來 最後東窗事發 自己鑼鐺入獄 所有的不義之財被沒收被充公 第二呢就是水災 第三就是火災 這些自然災害也專會把那些不義之財 給焚燒掉 給嫖奪走 第四一點呢就是盜賊 中國古人講盜亦有盜 這個盜賊呀 要想做的大盜也必須講仁義理智信 否則他也做不了大盜 而盜賊的一個盜義之一 就是專門劫富濟貧 他看你這個錢來歷不明 都是不義之財 那麼他呢也過意不去 專門偷盜敲詐勒索 為富不仁的人 像我們現在社會也有這種情況 比如說黑社會啊 也專門劫持那些為富不仁的人 那麼最後一點 防不勝防 就是啊不孝子孫 敗家子兒 也會把你的不義之財 給敗散掉 當然古人 這不過是拋磚引玉 引導我們要學會去觀察 告訴我們不義之財啊 不可取 為什麼呢 孔老夫子說 不義而富且貴 與我如浮雲 什麼意思呢 通過不道義的方式 獲得富與貴的地位 這對我而言 像天邊的浮雲一樣 一層含義啊 就是它離我很遠 和我毫不相關 我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另一層含義呢 這個浮雲 聚散 無常 那個不義之財呢 就像浮雲一樣 以不好的方式獲得 也會以不好的方式 敗散掉 所以呢 中國古人呢 強調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 這個德行啊 是財富 名聲 地位的基礎 根本 而這個德行 它的顯現呢 就是外在的財富 名聲和地位 所以在易經上 又有一句話說 厚德載物 就像我們這個桌子呀 它本來能承重一百五十公斤 但是現在你非要讓它 承重兩百五十公斤 它就會被壓垮 所以一個人的地位越高 名聲越高 財富越多 要求他越要有深厚的德行 才能維持良久 否則也是 彈花一現 還有很多人呢 特別喜歡學易經 但是學易經呢 也沒有在根本上去找眼 為什麼喜歡學易經啊 找一個人給我算一掛 我這個事情的趨勢如何 我這個生意合作夥伴 可不可以合作 這些呢 當然也能夠辦得到 但是這並不是根本 有兩句話 如果你學到了 你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前途命運 第一句話 既善之家 必有余慶 既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另一句話說 善不羈 不足以成名 惡不羈 不足以滅身 這兩句話呢 說得非常的到位 把我們一個人 容辱或福的根本 都指出來了 那麼我們再看呢 尚書 也說啊 做善降之百祥 做不善降之百秧 那我們再看群熟之要啊 史記啊 春秋啊 漢書啊 等等 我們發現有很多 有道德學問的讀書人 他們看一個人目前的所作所為 就能知道他以後的結局命運如何 結果呢 哎 他們預測的非常準確 那是什麼原因呢 是這些人有神通嗎 實際上啊 這些人都是讀聖賢書的人 他明白禍福的規律 比如說我們看上書呢 左傳上有一句話說 多行不易 必自閉 那麼在這個 上書上也有一句話 他說的更具體 他說如果一個人 對內興起了迷戀女色之風 對外喜歡打獵 古代的遊戲啊 主要就是狩獵 還沒有節制 還喜歡飲酒 沉溺於迷迷之音 住的房屋又高又大 墙上還雕刻著花紋 這六種情況 只要有一種情況出現了 那就沒有不滅亡的 魏律啊 魏征啊在注釋群殊之要的時候呢 特意加了一個括號 說更何況現在很多人 這六種情況全都做了呢 那還有不滅亡的道理嗎 所以你看呢 古人他看問題很深邃 能看到發展趨勢 那是因為他們經常讀聖賢書 所以呢 真正的風水在哪裡呢 很多人都很喜歡看風水 就是這個人的環境呢 和這個人的命運 會有一定的聯繫 所以經常會請風水家來看一看 這個地方的環境如何 適不適合居住 實際上中國古人告訴我們 真正的風水在哪裡呢 那就是啊 一切福田不離方寸 從心而密 感無不通 所以古人告訴我們 福田靠心耕 而有三種福 福田呢回報的最豐厚 那就是恩田 敬田 悲田 我們看一個人有沒有前途 好的前程 好的命運 就觀察他是不是知恩報恩 飲水思源 比如說一個人雖然現在呀 事業很好 很有錢 但是連父母都不孝順 我們知道呢 他的事業沒有根基 一定不會走很遠 第二呢 我們看一個人 是不是有恭敬心 在論語上有一句話說 君子敬而無師 與人公而有理 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 那為什麼以前的人走到哪裡 哪裡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而我們現在的人走到哪裡 和人相處不到一個星期 不是自己不喜歡別人了 就是別人不喜歡自己了呢 原因我們沒有做到最起碼的理 君子人對每一個人都很恭敬 處處看到對方的需要 能夠為對方著想 為人處事 沒有什麼過失 彬彬有理 所以他走到哪裡 哪裡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所以孔老父子說 不學理 無以利 不學弟子歸呢 我們確實在這個社會上 和人沒有辦法相處 所以我們要 想有好的風水的話 一定要從自己的心上去改 第三個田叫悲田 就是你看別人有困苦的境界 值得同情的地方 發自內心的去同情 去幫助 這個人呢 有福了 在《群殊之要》裡面 有一本書啊 叫《呂世春秋》 這裡邊給我們記載了 這樣一個事 這個楚王啊 聽說有一個人會看相 他看了千百個人 結果呢 沒有一個判斷錯誤 這個楚王就覺得很奇怪 於是就向他請教 說你是怎麼看的 能把人看得這麼準 這個人怎麼回答的呢 他說我並不是會給人看相 我只不過會觀察一個人 所結交的朋友而已 如果我所觀察的這個人 他是一個平民百姓 他所結交的朋友啊 在家孝敬父母 出門尊敬長輩 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 都醇厚善良 畏懼 法令 不敢做壞事 這樣呢 他的家庭會一天比一天過得好 他的身心會一天比一天更安樂 這就是所謂的吉人 吉祥的人 如果我觀察的這個人 是侍奉君主的臣子 他所結交的朋友啊 都是誠實守信 喜好善行的 這樣的人 侍奉君主 他的位置一定會一天比一天的更提升 他的官職啊 也是啊 步步高升的 這樣的人呢 叫吉祥的臣子 如果我所觀察的這個人 是一個君主 換句話說就是一個領導者 他的朝廷之中呢 有很多賢德的臣子 他做了錯事 大家都能夠犯言直見 敢於指證他的過失 那麼 這樣的人呢 他的國家會一天比一天的更安定 他地位一天比一天的受尊寵 天下人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心悅成福 這樣的人呢 就是吉祥的領導者 那麼最後他還特意再強調一句 我不是會給人看相 我只不過是會觀察這個人 所結交的朋友而已 所以這位朋友 我們結交的是什麼樣的朋友呢 如果我們喜歡結交 學習啊 傳統文化的人 喜歡仁義道德的人 那我們的前途呢 也一定會是一帆風順 那麼在《易經》上還有一句話說 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 什麼意思呢 就是和你有同樣氣質的人 至同道合的人 會被你所吸引 所感召 成為你的朋友 所以你能不能感召到好的朋友 良識益友 關鍵在哪裏呢 關鍵在你的心 如果你自己是一個喜歡仁義道德的人 那你所感召的朋友也是喜歡仁義道德的人 如果你自己是一個喜歡勾心斗角的人 那你所感召的朋友也是喜歡勾心斗角的人 所以很多人說我們學習傳統文化了 學習弟子歸了 那麼這個孩子走上社會 會不會受氣呢 你明白這個道理就知道了 他一定不會受氣的 因為他自己的氣質是什麼樣的 他會感召同樣氣質的人 成為他的朋友 那麼這個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呢 其實在佛教上講 就是一切法從心響生 為什麼極樂世界的人 他們的環境那麼樣的美好莊嚴 而我們娑婆世界的人 環境這麼樣的醜惡 人事環境 物質環境都不是很好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兩個世界人的心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水結晶的實驗呢 告訴了我們答案 他想改變自己不好的環境 不好的人際關係 從哪裡入手呢 從自己的心來入手 所以有一句話呢 老法師在講課的時候啊 經常講 他說如果你是佛的話 你看到每一個人都是佛 如果你的心是菩薩的心 你看到每一個人的心 每一個人都是菩薩 如果你看到每一個人 還都是凡夫 說明什麼呢 誒 說明我們自己也是凡夫 所以修行呢 不是修別人 是修我們自己 讓我們自己的心 歸於純靜純善 所以這個呢 是我們學習的重點 那麼第四個特點啊 就是形式多樣 也就是中國古代的道德教育呢 是由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社會教育和宗教教育 構成的一個完整體系 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開始 而且是始從胎教到中的時候 慎中追遠 貫穿了一個人一生的過程 那我們現在很多地方啊 還把夫人尊稱為太太 大家知道這個太太是怎麼來的嗎 這個太太啊 就是來自於周朝三位女聖人 文王的祖母是太疆 她的母親是太任 夫人是太四 這三位啊 都是聖人的母親 把兒子呢教導成聖人 所以我們把對方尊稱為太太 是期許她成為聖賢的母親 培養出聖賢的兒孫 比如說文王的母親 太任在懷孕的時候 她在懷文王的時候啊 不好看的景色不去看 吟詞歌舞不去觀聽 口裡講的話都是很溫柔的話 連傲慢的言語都沒有 更何況粗魯罵人的話呢 正因為文王的母親 她是一位聖人 所以她教出的孩子文王 也是一位聖人 那這個孩子出生了 她眼睛一睜開 還不會說話 不意味著她沒有在學習 父母的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 都是她學習的榜樣 但是現在很多母親病 不明白這一點 她一邊抱著孩子餵奶 一邊呢就在說謊 就在生氣 就在罵人 所以這些呢都被孩子給學會了 所以他們也學會了生氣 罵人和說謊 那麼這個家庭教育啊 到了一生 貫穿了一生 到中的時候啊 要謹慎地辦理喪事 還要追殿 亡故的先人 所以我們中國古人呢 有祭祖的觀念 為什麼要舉行祭祖儀式呢 我們想一想 一個人連他的父母親 連他的祖先 過世的父母都念念不忘 那對於眼前的親人 哪有不孝順不照顧的道理呢 他不可能一邊去祭祀祖先 一邊喊打爹罵娘 這個與情與理都是不合適的 所以啊 祭祀祖先 培養了一個人深厚的 知恩報恩 飲水思源的意識 而祭祀祖先的時候 有一個重要的內容 就是要宣講祖先的德行 比如說 我們在座的呀 會有很多姓楊的人 楊家的唐號叫四支唐 為什麼取名叫四支唐呢 就是因為在東漢的時候 有一位太守叫楊鎮 他去赴任東來太守的路上啊 路過了昌邑縣 這個縣令王密 是他曾經提拔過的 聽說自己的恩人路過 於是趁著夜色 要送給他十金黃金 表示感謝 楊鎮看了之後啊 就叹了一口氣 說哎 我了解你 但是可惜的是啊 你卻不了解我呀 這個王密就說啊 這一件事沒有人知道 深更半夜的 你就放心的接受了吧 楊鎮怎麼回答的呢 楊鎮說這一件事有天之 有神之 有你之 有我之 這叫四支財 怎麼說沒有人知道呢 所以他拒不接受這四支財 那麼他一生啊 圍觀清廉 到晚年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遺產 留給後人 同事看了過意不去啊 就勸他 說你不留財產給自己也就罷了 要為子孫後代著想 留一點家產給他們呢 楊鎮怎麼回答的呢 楊鎮回答說啊 我留給我的兒孫最好的財富 那就是他們是一位 連結官員的後代 結果怎麼樣呢 果不其然 他的連結作風啊 避孕了他的子孫 他們家在歷史上呢 被記載說 四氏三公 連續四氏都有做到三公位置的子孫 這個三公呢 就是皇帝的老師 要選全國最有德行 最有詢問的人來擔任 不僅如此呢 這個楊家的後人呢 一直承傳到今天 在前幾年呢 旅居到緬甸的楊家後人 還要重建四之堂 讓更多的後代子孫 來紀念祖先 那 那諸位朋友 我們想一想 我們如果是楊家的後人 我們從這一個扁額下走過的時候 我們是什麼樣的態度 什麼樣的心情啊 我們的祖先不收四之財 那我作為他的後代子孫 怎麼能夠因為自己 貪污受賄給祖先抹黑呢 所以你看呢 這個中國的反腐唱聯的教育 在家庭之中已經開始了 那麼在浙江埔城縣啊 有一個正義門 這個正義門從宋代到清代 出了173位大大小小的官員 但是沒有一個人貪污受賄 違法亂計 都是連結有手 那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們家有嚴格的家規 正式規範 這個家規呢 對如何做官 如何教育兒孫 如何邻里相處 都有嚴格的規定 那麼這個呢就是家庭教育 是教育的開始 道德教育呢 還要進一步加強 那就是到了學校 學校教育是道德教育的擴展 那麼學校教育的首要內容 就是啊 孝親尊師 所以中國古人呢 特別講究尊師 一個父親呢 一個父親呢 帶著孩子 要去拜見老師的時候 首先呢 帶著孩子 沖著孔老夫子的相 行最重禮 因為我們現代話說 就是三鞠躬禮 這還不算 還要請老師上座 這個父親帶著老師 帶著兒子呀 再對老師 行最重禮 為什麼是這樣的表現呢 因為這個孩子 心目中最尊敬的人 就是他的父親 他看到自己的父親 對老師如此的敬重 他對老師的教誨 怎麼敢不聽從呢 那老師教他什麼呢 老師教他要孝敬父母 那麼這樣老師和學生一配合啊 這個孩子就很容易受教了 那很多人說這個孝 還需要老師教嗎 哪一個人不知道孝敬父母呢 實際上人不學不知道 人不學不知意 如果沒有受教育呢 還真是不知道 怎麼樣孝敬父母 孔老夫子有一個弟子 來請教他說 什麼是孝 孔老夫子說啊 現在的所謂孝子 認為能贊養父母 就進到了孝道 但是對於狗馬而言啊 他們也能以自己的體力 去侍奉他們的主人 如果一個人僅僅是贊養 而不尊敬父母的話 怎麼能夠和禽獸區別開來呢 所以損養父母最重要的 是從內心表達出對父母的恭敬 和感恩之心 所以又有一個弟子來問 什麼是孝孔老夫子說 孔老夫子說 色難 對父母保持和言悅色 是最難能可貴的了 所以侍奉父母不僅要 善養父母 更重要的是 養父母之心 尊敬父母 而且不要讓父母擔憂 所以啊 又有弟子來問 什麼是孝 孔老夫子說 一個真正的孝子 就是能夠做到 父母為其極之憂 就是你的父母 僅僅為你的疾病而擔憂 完全沒有必要為你任何其他事情而擔憂了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孝子 那這個孩子在小學的時候 如果很貪玩 耽誤了功課 父母就擔憂了 這就是不孝 走上了中學 喜歡下網吧 打遊戲 也是耽誤了功課 讓父母擔憂 這還是不孝 再走上了大學 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也會讓父母擔憂 這還是不孝 當他走上工作崗位 貪污受賄以權謀私 這會讓父母戰戰兢兢 不知道哪一天啊 因為腐敗給抓起來了 這仍然是不孝 所以一個真正的孝子 其實就是一個完美的人了 所以古人才說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因為這個孝子啊 他為人處世 待人接物 還是學習工作生活 都能夠讓父母來放心 那這還不算 還要養父母之志 在孝經上說 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孝之中也 父母培養了我們一次啊 並不僅僅是希望我們在他面前 端茶倒水 希望我們能夠為國家為民族 乃至為世界都做出貢獻 所以當你在為人民服務 為國盡忠 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時候 就是在進更高層次的孝 所以古人說 大孝孝天下之父母 那還有養父母之慧 意思是說呢 孝順父母並不是一味的順從父母 父母有過失的時候啊 像弟子規上所說的 親友過見矢更 一定要勸見父母 但是勸見的態度 一定是疑無色柔無聲 所以在禮記上也說啊 孝子只有深愛者 必有餘色 有餘色者必有和氣 有和氣者必有婉容 一個對父母有深愛的孝子 他和父母交流的時候啊 一定是和言悅色 一定是余色婉容 那麼你這些全都做了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孝子 那這誰來教啊 老師來教導 所以我們現在啊 和很多的年輕人在一起交流 說你這樣做呀 孝敬父母 他會說呢 我這個人很孝敬父母 你怎麼說我不孝敬父母呢 因為他不知道孝的標準在哪裡 那麼社會教育啊 是道德教育的提升 豐富 那麼社會教育呢 要秉持孝老夫子一個理念 就是思無邪 無論是詩詞 歌舞 戲劇 小說 都要能夠以傳達 孝敵忠信 禮義廉恥 人愛和平為主要內容 所以古代的很多婦女啊 她沒有讀過聖賢書 但是她知道為人要孝敬公婆 為人要懂得忠孝結義 他們是在哪裡學的呢 就是從這些地方的戲劇 民間文藝中所學來的 那麼這個是社會教育 那麼這個 宗教教育呢 是道德教育的這個升華 中國古人呢 傳統文化啊 講和而不同 特別具有包容性 當外國的這些宗教 比如說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蘭教 要到中國來傳教的時候 中國人呢 把他們的經典一打開 發現核心內容 都是仁慈博愛 所以怎麼樣啊 歡迎他們來傳教 正是這四種不同層次的教育 不同形式的教育 使人能夠教好了 所以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呢 特別強調一個理念 就是和而不同 什麼叫和而不同呢 就像我們的花園 有五顏六色的不同品種的花 他們共同配合在一起 讓我們覺得美不勝收 五彩繽紛 但是如果只有一個顏色的一個品種的花 清一色 這就叫銅 那就讓我們感覺到很單調了 所以中國文化的這種包容性呢 也讓很多的世界哲學家 看到了希望 認為能夠給世界啊 帶來真正的和平 那麼第五個特點就是 次序合理 道德教育是有規律的 也是有先後次序的 從哪裡著手來進行道德教育呢 中國人講 百善 笑為先 因為一個人 人生在世啊 對我們恩德最大的 就是父母的養育之恩 但是這麼大的養育之恩 我們都不能夠記在心上 想著去報答 請問還有誰的恩德 會超過父母呢 還有誰的恩德 值得我們念念不忘 想著去報答呢 所以一個人不愛他的父母親去愛別的人 這個是和德行相背離的 一個人不尊敬他的父母親去尊敬別的人 這也是和理的要求相背離的 所以中國古人呢 從這個笑入手 培養了一個人 仁慈博愛的情感 這個笑字呢 上面是個老字的一半 下面是一個子字 看到這個字就告訴我們 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體的 而不是兩個 如果你有兩個有代溝這個觀念 笑已經不存在了 而上一代還有上一代 下一代還有下一代 過去無始未來無終 而這無始無終自始至終 都是一體的 這個理念就是 這個理念就是 佛家所講的 數穷三計 橫辨十方 也就是老莊子所講的 天地與我同根 萬物與我一體 所以我們從笑的理念 培養了我和眾生 我和自然 我和天地萬物 都是一體的觀念 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這也是聖賢人 所達到的境界 所以為什麼聖賢人 從內心裡不和任何人起對立呢 為什麼能夠做到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我恨的人 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 沒有我不愛的人呢 因為他們是真正了解 宇宙人生真相的人 我們本來就是一體的 說一家已經遠了 是一體的關係 所以是一榮俱榮 一損俱損 所以你看呢 搖舜之道 孝替而已 搖舜他怎麼治理天下呢 就是把這個孝替之道 酷而廣之而已 所以大順被列為二十四孝之首 他傳達了一個什麼觀念啊 他傳達了一種 忍者無敵的觀念 這個忍者無敵啊 就是一個真正有人愛心的人 他在內心裡 不和任何一個人起對立 所以呢 他能夠啊 把三番五次置他於死地的 HOME和弟弟都能夠感化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聖人 他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我們中國人講忍者無敵 還講化敵為友 怎麼樣才能化敵為友呢 那就是要靠仁愛之心的感化 那我們再想一想 我們周圍有沒有像大順的HOME那樣 三番五次要置我們於死地的人呢 我們很幸運 我們沒有遇到這樣惡劣的人 但是我們連他都不能夠感化 原因在哪裡啊 原因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得為修 感為之也 所以我們自己啊 還是要反省自己 所以中國古人的價值觀呢 是以孝涕為核心 向上提升呢 就是互愛 那就是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 互愛之心向上提升啊 就是互助 那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互助互愛之心向上提升 就是大統世界 就是和諧世界 所以為什麼傳統文化 能夠給世界帶來和平呢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價值觀 有這樣的理念 第六個特點就是保障有利 中國古人對道德教育的重視 不是空洞的說教 他確實是隨著人的性情 來給以教育的 比如說論語上說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哪一個人不喜歡富貴的地位呢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喜歡 但是呢 中國古人他設置這個制度呢 讓你用正確的方法來獲得富貴 比如說他在選舉的時候 有一個重要的制度 原則 那就是啊 你沒有德行 這個領導位置就不給你 你對國家沒有建功立業 你就不能夠拿這個工資 拿這個獎金 這一個選拔人才的原則確立了 大家就會去追尋什麼呢 不是急功盡力去追尋財富地位 而是去追求德行 追求對國家的建功立業 所以中國古人的教育 它是非常符合人情的 那麼當然呢 還有啊很多類似的例子 比如說平民百姓之中 孝敬父母的 千功有首的 能夠尊敬長輩的 皇帝啊 給他一個命名的稱號 這個命名呢 就是皇帝下招給他封的 一旦他封了這個封號 他就可以坐兩匹馬拉的車子 裝飾得很好 出行 如果另一個人沒有得到這樣的封號 他再有錢 也不可以坐這樣的車子出行 那麼大家會追求什麼呢 追求德行 那和我們現在社會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比如說我們在機場經常聽到 請頭等艙和公務艙的人先行登機 什麼樣的人受尊重啊 有錢的人受尊重 那大家都會去急功盡力 追求金錢 不管你這個錢是怎麼樣得來的 這就很可能出現 孝貧不孝昌的現象 那麼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我們以後有時間再接著講 第七個呢 它的特點就是方法有效 道德教育為什麼能夠成功呢 就是上所施下所孝 領導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 所以孔老夫子說呀 子率已正 俗感不正 如果你作為領導者的率領大家去做正當的事 誰還敢做不正當的事呢 所以道德教育和一般的知識傳授啊 是不一樣的 它是要靠領導者的身教去帶動的 不是靠言教去帶動的 古人說言教者送身教者從 如果我們講得很好 像我講的滔滔不絕 但是做不到 大家就會有逆反心理了 你看他說得很好 自己都不能落實 他就會給你起徵送 甚至還有對立 現在的孩子為什麼有逆反呢 就是因為父母要求的 父母沒有做到 身教者從 如果你要求孩子的 要求屬下的 學生的 自己先做到 你不用去說他 他一定會跟從 做正當的事 最後一個特點 就是重點突出 中國古人從小教孩子什麼呢 教孩子要讓 要謙讓 要退讓 要禮讓 而且要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任何一件事情做得不成功 沒有達到理想的境界 不要去責怪別人 挑剔別人 一定反過頭來 反省自己 這件事我錯在哪裡 為什麼是這樣的態度呢 因為各自責天清地寧 各相責天翻地覆 遇到問題 大家相互指責 相互挑剔 相互抱怨 說你應該應該怎麼做 但是你都沒有做到 這樣就會天翻地覆 如果遇到問題 大家都反省自己 這件事我哪做的不夠 我應該怎麼改善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所以中國人 有一句話叫 匹疾太來 怎麼樣做才能匹疾太來呢 大家今天聽了我的課 相信以後一定能夠匹疾太來 當然我們不是講迷信 我們是按著聖賢的教誨去做 這個太掛呢 是易經上的一個掛 它的掛像呢 是昆上前下 這個錢代表的是天 昆代表的是地 我們知道呢 這個他們都各自在本位上 各自的位置上 要求對方挑剔對方 指責對方 這個呢就是錢在昆的位置 昆在錢的位置 他們能夠換位思考 將心比心 反省自己的不足 這個呢就是 各自責天清地寧 就是吉祥安泰 這個匹挂恰恰相反 天在天的位置 地在地的位置 他們各居本位 要求對方指責對方 這個結果就是各相責 天翻地覆 所以現在小到家庭夫妻 之間的衝突 大到國與國之間的衝突 都是因為人們不懂得 這一點所導致的 所以我們從這一句話中呢 就能體會到 中國古人的智慧 他用一句話 把衝突的原因 以及解決的方法 全都告訴我們了 那麼這八個特點呢 我們能夠汲取 對於我們今天進行有效的道德教育 仍然是非常合適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 不足之處 歡迎大家批評指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教授 我們看到她充滿了機器 我想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許她還能夠再講下去 謝謝您的發言 謝謝您的介紹 但是我知道啊 今天已經很長了 我們很早就已經開始了今天的會議 那現在我們應該就是結束今天的會議 大家都能走出去走一走 那外邊呢 有這個晚餐的盒飯 那你們呢 在出去的時候可以去領取一個盒飯 當做你們的晚餐 明天早上我希望你們八點四十五就能回來 然後我們九點鐘開始 謝謝各位參加今天的會議 那我也希望明天呢 我們能夠再像今天這樣子 開始